嗨,我们现在收听的是 报道有意思,我是莱金贤 刚刚就一直给大家预报 现在要出现的就是 金光鲜鲜 随起先条黄国昌老师 战神出现 来,黄老师,你好 弟贤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是怎么冠军 大概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中间当然也出现了 很多的转折 不过我觉得整个归纳起来来讲的话 从过去这几年发生在台湾社会的事情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都可以清楚的认识到 就是台湾非常多重要的改革 台湾非常丰沛的民间社会力 在推动这些改革的时候 最大的主案事实上是我们的立法院 那因此在2016年的国会选举当中 去改变我们的国会结构 这个是台湾是不是能够突破 目前我们所面临非常多的困境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当然我必须要说首统选举很重要 但是如果说牵涉到了非常多重要改革的法案 在国会当中恨不难及的话 而这个时候即使换了另外一档 可能对于整个国家的进步 还是会在国会当中造成相当大的阻碍 那也算是在这样子的目标界定下面 就是有一群朋友 在过去这几年非常的积极参与台湾各式各样的改革运动 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叫做时代力量 对 那我目前也是 时代力量 作为这个时代力量的代总队长 那事实上我看到了在时代力量里面 非常多勇敢 可爱 而且具有理想性的伙伴 他们纷纷愿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掉入了区域的选举当中 那因此为了跟这群朋友一起奋斗 那当然我自己本来比较初期的界定 是我一直希望我自己做的是一个抬教的工作 对 所以老师你在那个要参与选举界决定 其实之前一直有人说 你要出来算 那你好像考量了蛮久 就是因为你想抬教吗 其实我必须要说 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加入时代力量的记者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刚入党 那我报告了 为什么我在我人生第一个选择 参加的政党是实在力量 那另外一方面 大众大家很多朋友很关心的是 我要不要选举的问题 我基本上是希望说 能够去支持 能够去发掘更多优秀的人才 我尽我自己的一己之力 把大家送到立法院当中 那因为重点其实不是在哪一个个人 也没有进入立法院 重点是台湾的国会能不能够产生一股新生的改革力量 那当然这样子的初衷跟努力 在过去的这段期间当中 我也必须要很坦白的说 有遭遇一些挫折 什么样的挫折 譬如说 我去找人说 你很优秀的 你应该出来算 给大家做台湾 人怎么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务 对我来说 人的苦务 我一定要尽量 但是我自己也会不断的 会面临到一个挑战 挑战就是 你都叫人来出来算 你自己呢 对了 老师 你自己 因为你原来是中研院的研究员 是算很标准的学者 你的生活什么 当然有一定的方式 你现在要出来算 你怎么没有什么家的人 还是说朋友会不会给你一些意见 当然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 很多长辈 很多我过去的朋友 他们都给我很多意见 那如果说像中研院 我一直很敬重的驱海原老师 那他就会安心说 我走上政治这条路 会陷入政治的理想 那他会觉得 我继续待在中研院 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路 那也有很多一起在从事法学研究的朋友 他们认为说 我是应该继续的在 在中研院做法学研究的工作 但是也有另外一边的朋友认为说 台湾目前走到现在的状况 我们需要一股更大的新生的力量 推动改革 那我过去在这段时间当中 可能因为客观环境的应援机会 那让我走到今天的这个位置 那在现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我就是有人会打拼 你自己也爱撂下去 我自己在后面 好像 我并不是说 担心别人说我确战还是平战 这个其实不是我考虑的重点 我考虑的重点是说 如果因为能够 因为我的参与 然后跟这一群自同道合的朋友 把一些重要的改革理念 带到国会当中的话 那我觉得对于台湾现在 所面临最关键的问题 能够产生相当 相当程度的帮助 这样 那个黄老师 你为什么会参与要当实际计算 我本来就是实际人 我们爸爸 我们阿公 我们阿祖 我们太祖 都在在心里 当然我在出生到 在系子出生了以后 然后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 有搬到 以前台北线的新电市 现在新北市的新电区 所以我小学国中是在新电念的 但是我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 回来台湾任教 我本来一开始是在高雄任教 那在高雄教了四年以后 2006年回到中央研究院来服务 那我在中研院服务 中研院在南港 对 那时候想说 应该跟爸爸妈妈搭作会 因为老大人这样比较好照顾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又回到故乡系 所以你实际上也有基本盘 因为家族都在那里 没有啦 没有没有 你说 我们实际的基本盘 差不多就是我们爸爸 就是有那些票 对 我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 实际力量 我们在投入这次的选举的时候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在国会里面 外改革力量的都是一些 中国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引誓着说 他本来的基本盘是蓝打于绿 所以不管他在国会里面 做的再烂想说 下一次只要政党的机会 还是会当选 那你对上的是什么人 是中国国民党的 现在立法委员叫李庆华 李庆华 是 所以这个实际是蓝打于绿 有 民进党就是以前所谓的绿营 或者是本土派这边 不管是总统选举 新北市长选举 或者是立委选举 都没贏过 是不是这样民进党才把这一局放给你选 不过那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就是 一定要有人站出来 在这种艰困的选局当中 把这些劣势的丢给拉下来 台湾的政治才有改变的可能性 黄老师那我问你 因为你之前是说你是要跟他排教 我也看你说过你一直觉得成功不必在我 不过像现在你自己要对下去算 这个区就是 好像基本也是李庆华 那你有什么策略吗 策略是没有 我觉得参与选举政治 虽然我没有选举的经验 但是我一向做事情的习惯 就是直到恶心 就是我会把我希望未来 我先看到台湾社会发生的问题 然后看到未来国会应该扮演的角色 推动的改革 看到我的故乡现在面临的困境 那我会把我改革的诉求 很认真很负责的跟每一个全民报告 当然不只包括西子地区的朋友 还有瑞芳 金山万 林庄西 平西共僚 都是在新北市地区的选区 感觉上这个区很大很大 很大 对啊 很大地区 无源辽阔 所以我感觉我 我差不多 我相信参与后 我的三不只那岁 对哦 那个选区越大越大越快 对对对 那很重要的方案是这个黄国昌老师 他近前 又是这个中央研究员研究员 他现在已经没出来 三期 以前大家都叫你赞神 你好像对这个赞神 这个说法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面 可能一些媒体的朋友或者是网路上面朋友的说好了 但是我自己到自己没有这样看待自己 那你从说为公 原来真的就是核架了 那到现在已经决定要参与了 你会觉得你毕竟参与有一定的选举文化 是 因为说也要走拖啦 我们结婚也会叫你去啦 你也会说好话啊 是 这个还是基本的 你有什么准备还是练习吗 老实说 我真的就是 我必须要讲就是刚刚靖贤姐讲的那一些 我们在投入选举的时候需要做的功课 我自己还有很多要在加强的 那当然就这个部分我会进一步的去请教有比较丰富经验的前辈们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自己人生的历练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过程 也就是说 我虽然过去很多的时间我关注的都是在可能国家的政策或是立法院的法案上 但是我相信政治在处理的就是人的生活 那因此我们一定要走到社区当中走到灵力里面 然后从人民的 跟人民学习 他们在生活当中所累积的智慧发觉的问题 因此在下一个阶段的选择过程当中 我会觉得这完全就是一个双向的沟通 也就是说 也不是我个人片面的在说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要这么做 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很多的乡亲很多的长辈 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所看到这个国家的问题 也就是他们现实生活上面所面临的问题 那你既然要投赠政治的话 就必须要帮人民解决那些问题 那因此 你说你早上啦 你跟人亲爱 跟人亲爱 这个是我过去真的没有的人生经验 那我觉得能够有这个机会 让自己好好的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历练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没有错 这些人生都是充满了学习的机会 不过台湿华老师有说 其实政治也是先往 那如果说你现在要出来选举 因为我们台湾的政治 第一个 你觉得最重要 你刚刚讲到改变是什么 大德当然有很多国家政策上面 我们面临的困境 比如说我们的政府的整个负债快要破表 比如说年金制度的改革 军公教的所得替代率这么高 可是老公朋友退休以后的所得替代率很低 我们整个国家税制的不公平 差距越来越大 这个都是未来国会要扮演的角色 也就是在国会里面过去这几年 马政府他完全执政有那个机会 也有那个权利去做的事情 但是只有口号 却没有具体的行动 当然这些都是在具体政策上面 未来法案推动上面要去努力的方向 但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说 当我们说政治就是众人的事 就是众人生活的事情的时候 我会觉得过去这几年台湾的整个公民社会慢慢的决心 大家对于周遭的事情 对于政治 对于公共事务有越来越多的关心 那我像认为说 只有当人民开始关心政治 人民开始愿意注意 这些取得权利的政治人物 是如何的在行使这些权利的事情 我们才能够去根本的改变目前台湾的政治 这样好 那个黄老师 像你现在所属的是时代力量 是 那在你决定要参选之前 其实你也是这个政党很重要 你说是队长 是代队长 那你总是一个政党 你跟这个民进党之间 因为民进党对时代力量 他也有三个选区嘛 像你这个实际 还是这个林长佐 Freddy Freddy他在哪一句漫画 中正漫画 中正漫画 还有这个洪池雍 在台中 这个山海团家 所以他有两三个选 那可是毕竟这是 整个政党也有竞争的关系嘛 那跟民进党的不太想 跟选去的 要怎么去克服有可能的竞争呢 不会啦 我觉得 现在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到现在 时代力量 希望成为一个重要的 第三股的新生政治力量 那对于民主进党 我们希望维持一个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也就是说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认同啊 在2016年 即使蔡英文主席当选的总统 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国会 才能够让台湾的民主政治 走上残轨 那在这个国会当中 如果蔡主席他 可能未来是蔡总统 那他要去推动一些重要的改革 跟我们的理念一样的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民进党的朋友 出现了过去曾经让人失望 有一些退步的话 我觉得时代力量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防护器的角色 也就是说 当我们透过我们的理念 我们的诉求 然后去争取人民的支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候也可以去经历其他政党的政治人物 开始跟我们靠起 开始一起往理念的方向迈进 那因此我相信 在整个选战上面 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共识 也就是说 绝对不可以让中国国民党 加上亲民党夥伴 我觉得的话 从2000年到2008年 那个惨痛的历史会再回来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从过去几年参与很多公民运动的经验 我必须要老实在讲 我们也不希望民主进步党单独夥伴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国会里面 扮演一个重要建筑的角色 跟民主进步党维持一个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这样子 老师最后一点时间我请教你 这个很多人看电视看到你 就说这黄老师看起来这样帅帅的 可是看起来像蛮酷的 然后表情没有很多这样 你去酸气的时候 刚刚我问你 你也是要跟很多人握手认识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你在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要做的吗 就是去跟人家认识这个 有什么特训吗 特训吗 我觉得慢慢的学习 当然我知道说 因为可能以前工作的关系 大概都做了一些比较严肃的工作 因为一个是法学学者 法学的对不对 因为一般就是在课堂上面教书 他教的又是法律 因此难免在外界可能会让人家感觉到我的形象比较严肃 很严肃很冷这样 对那我知道这个事我可能必须要自己要慢慢的改进 然后要要去克服的障碍 那我也希望啦 就是说未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碰到我的话 那第一个是请大家千万不要互惠啦 就是我不是就是说不喜欢跟人家有笑脸 而是我就是平常真的是这样 不过我自己也会好好地努力加油 以后大家看到我的时候给我一点鼓励 给我打气 你也笑 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会忍不住笑出来 对啊 不然你也笑一下 好 今天我们谢谢这个黄国昌老师来接受我们访问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一个中研院的学者 研究员 就是要一时就从学者去重建议 而且之前是 今天是都没经验的啦 所以说笑不笑 不是重点 重点那个心真的很重要 谢谢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黄老师 好谢谢 大家看到你会提醒你 不然你也笑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好等一下回来